全世界掌握最多秘密的人 就是美國總統川普 川普在他的推特 發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告訴大家 賓拉登還活在這一個人世間 而且你如果看過 《國家保障》這個電影 你就會發現到 美國總統的秘密 都寫在一本書裡面 而且還藏在國家圖書館 某一個神秘的夾城裡面 但問題是有很多事情 感覺上好像真實發生過 但是川普現在一出來 跟大家講說 我告訴你 當時看到的 就是眼睛頁障重 我先講 在2011年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這一張照片 這個很經典 這個美國白宮特別放出來 這個照片是他們在所謂的 他們這個情報室裡面 對 然後這個歐巴馬 那個時候神情嚴肅 一大堆人家 而且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希拉蕊 他嘴巴還這樣子嗚住對不對 結果你會發現到 他們當時在幹嘛 據說大家在看的時候 就是他們派出了海豹六隊 去拘殺賓拉登的這個畫面 而且因為畫面太過於聳動 你看大家看了不可自信 到最後整個事件 就這麼一張照片 然後美國就發佈說 他們已經成功的 舉殺了賓拉登 而且經過DNA的驗證完之後 確定殺死的是賓拉登父子 這件事情到現在 應該告一個段落了吧 結果沒有想到 可是當年有一些疑惑 到現在都沒有解開 我跟你講其實都一直 有很多的傳言 但是傳言僅止於傳言 因為有一些比較核心的概念 譬如說他們說賓拉登 當時是在看電視 他手無寸鐵 旁邊也沒有其他的兵 大家想說那你何必把它拘殺 把它活逮不是更好嗎 好 你先講了這件事 我們就把這個是一次把它說完 但市場上為什麼這麼多人 我現在講市場 房間有這麼多傳聞 對…因為我跟你講 因為你把它拿來出書 你知道 拿來賣錢這樣 他們說法是這樣 你剛剛講的第一個疑點是這樣 第二個就是說 你如果按照你以前 去舉殺這個海山 或者去騎殺格達費的話 他都有很多照片公布出來 結果你沒有 你就一張歐巴馬坐在那邊 神情嚴肅 然後就說我們成功了 這個跟以前的慣例第一個不一樣 第二個是說他們不要把 這個賓拉登的屍體給帶走 結果在美國海軍的軍艦上面之下 直接把它海葬 這個也很怪吧 人家說活要見人 死要見屍 你怎麼突然在海上 就把它給海葬 好 美國政府的說法是什麼 他說尊重他們宗教的傳統 因為人死後24小時之內 必須要買葬 最後一刻還突然尊重他的信仰 你都派人去殺他 你還能搞這些事情 所以一直有人說 我跟你講最大的傳言是什麼 你知道 說美國海報部隊 他們當時殺的根本不是賓拉登 他們殺的是他的替身 可是我剛剛講 傳言僅止於傳言 突然有一個叫美國總統川普的人 他自己在他推特上面 就轉發了一個文章 他那個文章上面寫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一段 賓拉登根本沒死 他甚至還轉發了什麼東西 你知道 他是說我告訴你 其實當年海報六隊殺死的是替身 那你一定很好奇 賓拉登在哪裡對不對 他說賓拉登那個時候 已經被送去伊朗了 所以美國政府還花了 1520億的美金給伊朗政府 讓他們封口 你看你那表情 這有可能嗎 合理嗎 而且是美國總統發的 結果大家就問川普這樣 你是美國總統 應該知道最多秘密 你現在講的是 把這件事情整個戳破 你的轉發等於是證實了 這個文章講的東西 川普怎麼說 你知道 川普就是川普 我轉發歸我轉發 那是人家寫的 我只是轉發而已 但你這一轉發就引起很多人 你知道當年去這個 這個舉殺那個賓拉登 海報六隊的 有人退伍了你知道 因為也有人講說 後來有一次什麼直升機失事 所有參與任務的人都死光了 結果後來沒有 因為賓拉登 那個川普 他轉發這個推特之後 立刻有一個當年執行任務 他就跳出來說 你這樣是踩在我們英雄的屍體上面 在那邊鬼側什麼東西 但川普的支持者也說 你的身分有可能是假的 那個人還真是川普的支持者 你知道 他說我當年參與任務 我還開了三槍 我還拍了照片 你今天跟我這樣講說 他說他們每個隊員 都跟屍體拍了很多合照 不是 但是陰謀論就是這樣 最後呢 你每次都公布 可是我們回來看 美國其實大家講到 海報六隊的時候 就是它是特種隊伍 特種部隊 他在全世界各地執行很多任務 可是其實美國的軍隊 在早期跟台灣的關係很密切 台灣最早是走德士的裝備 很多東西走德士訓練 後來跟美軍這邊學習了很多東西 其中不知道人到哪裡你知道 來 在馬祖這個地方 馬祖南竿 因為現在很多還是有部隊 結果他們在前幾年的時候 在整修中山市 中山市你也知道嗎 當兵的時候 坐在那邊看橘光日這樣 對... 大家對那個印象深刻 結果說牆壁有點剝落 我們是不是把它尻尻的你知道嗎 另外再上油漆這樣 結果這一尻的時候突然不對 那個牆後面什麼油漆掉下來之後 感覺上隱隱約約看到一隻大腿 大腿 一隻大腿 結果 又是密之火腿 而且不是 不是密之火腿 是一隻大腿的圖像 看起來好像有畫在上面 結果當時的長官就說 我們把那個油漆全部都尻起來 尻起來之後 赫然發現一個美國地圖 後來才發現不是大腿 你看這是整個美國地圖的樣子 而且上面還有很多人在上面簽名 你知道為什麼嗎 當時有22個美軍的顧問 我們就講的顧問團 他們駐紮在南竿的這個地方 甚至在當地 還有美軍的紀念石碑都在那裡 這表示什麼 在1950年代那時候 其實美軍就已經在協助我們了 甚至我們講到說 那時候還有一個武漢部隊 武漢部隊做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其實就是訓練散兵 他們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一直想著要反攻大陸 反攻大陸 美軍其實就訓練了這一批的人 幫忙什麼 你看他坐高空 坐跳傘 坐滲透 而且那時候還有一個西方公司 這個也赫赫有名 西方公司負責訓練我們國軍的遊擊隊 其實還有一個東方公司你知道嗎 他負責載運一些物資 所以你有缺什麼東西 而且那時候的這個西方公司的人員 他們到任何地方去 到軍事雲區不用經過查驗 拿一個陣子 派一個就進去了 任何地方都可以長驅直路進去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美國官方 他們其實就用一個民間公司 這樣一個身分 假裝說他們是民間公司 其實不是 而且那時候其實他們在這個馬祖 這個很多地方的時候 為了怕人家會覺得說 奇怪 美軍怎麼接入到台灣軍隊事務 的這個運作 甚至他們還刻意穿上國軍的制服 但是你知道 後面就好像很好認 那些小英去那個樂山去看的時候 你看那個戴口罩 你也知道是個外國人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到 其實我們國軍很多的訓練 還真的是跟美軍 長期以來息息相關 中國大陸現在對台灣不斷 文攻武嚇 文攻的部分 就是由他們的大陸的官媒 不斷的釋放一些 措辭非常強硬的 不過這一次真的很不一樣 這一次是由人民日報 他寫出了物為言之不欲 講白了就是說 不要說我沒有事先警告你 但是這句話非常關鍵 是因為以前包括中印戰爭 中越戰爭 開戰的前夕 都是由人民日報 來講出了這句話 所以大家現在開始緊張了 是不是已經在預告什麼了 對 其實如果人家說 外行開門到內行開門 外行開門到內行開門到 如果是新華社 新華社代表是國家 所以它的分量還沒有那麼重 但是如果是人民日報 我要知道黨支配一切 所以一旦是 中共人民日報寫出來的東西 基本上就已經是傳達 中央書記處所出來的一個東西 所以如果像環球時報 就是嗆的 嗆好玩的 嗆的 嗆辣的 可是人民日報就是講正格的 對 有一個 環球日報講難聽一點 它有點像是跑戲台的 就是告訴你 反正哪個東西 就把戲傷到阻窩 這方面回應的讓環球日報來說 可是如果一旦人民日報說出來了 說了是物為言之不欲言的話 這個出自於太平天國的 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要知道講這句話多嚴重 大陸總共出現這樣子的 外交詞彙32次 其中9次都出大事情 包含你剛剛講的中越戰爭 中越戰爭都是在開戰之前 就先講了這句話 另外我還特別注意 在釣魚台的這個紛爭當中的時候 新華社也講過這句話 你看 新華社講 但是所以分量就沒有那麼的高 還有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兩次用到這句話 隔了這麼段時間 再用到這句話的時候 已經是我們現在 這麼危險的一個時機點 就是比較緊張的一個時機 這是新的心戰演話 以前心戰到底怎麼做 那就更精采了 你看 以前 歸來吧 歸來吧 請共軍弟兄歸來吧 這是我們啦 我以為你唱台語 沒有... 好吃喔 那我唱英文好了 但是如果是在49年那個時候 前後的時候 你看他們的文宣多好玩 你看 告訴你說 他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黃順陀回家了 回家了 馬上三天 他奇異歸來 投降了 娶了一個這麼好的妻子 對... 這個真的是 所以台灣的友誓 更加堅定要留在台灣 對 好險 所以說他們說 所以你看 為蔣介石賣命白壽使 向人民投降得好幸福 然後导供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摸清你的底細 查出你的祖宗八代 即便有什麼謝長平誰回去 告訴你 祖父都已經查好了 他告訴你 你誰在台灣 你的人在我手上 你的侄女在我手上 金房部 副司令某某某 對 你的這個小孩 女兒 就在我手裡 侄女 我告訴你 他活得好 做得好 吃得好 你要不要回來 如果你對我再不回來的話 他可能就危險了 那你說 你看 這樣子跟這樣子比起來 我們的文宣真的是比較正點 你瞧瞧 來 我們跟已經姐姐 對啊 你看 人家說北京有老 白天有老鄧 晚上有小鄧 你就知道大陸人民 有多喜歡鄧麗君了 所以鄧麗君 曾經是我們的一個 心戰海話 心戰的對象 還有中國娃娃蔡信娟 娟娟姐 你看 她那時候就成為 空飄裡面的一個文選品 而且厲害 不只告訴你說 你看寶島裡面的女孩 都是美女 還有 你看 這是要幹嘛 好特別喔 一個草莓 來 刮一刮 刮一刮 你竟然可以聞到草莓香 那時候在大饑荒的時候 能夠聞到草莓香多好 所以就是這行字寫說 請你刮一刮草莓 你可以聞到草莓的芳香 這個跟要人家來台灣 有什麼關係 台灣很多草莓吃 他就告訴你說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吃不飽 那時候真的 大陸人那時候的物質條件 真的比較差 所以那個時候他認為說 你來 第一個 長得美 還有 關鍵來了 你有數不盡的錢財交給你 來 你看 這真的是一個歷史文件 那時候你看 投奔自有可獲重賞 然後那時候還特別講 大陸的弟兄們 還有毛租軍的官兵們 你趕緊來 來 關鍵在這裡 因為那時候 你要過一個台灣峽 這不容易 我們不是每個人 都可以抱兩顆氣球 從金門游到對岸去 對不對 那你要從那邊來的話 一般來講都是開飛機 所以告訴你 來 米隔15來的時候 黃金1000輛 米隔17 比較新 價碼加了 Double 2000輛 然後再來米隔19 4000輛 而且重點是 最關鍵的是 如果你一不小心 降落失敗 墜毀了 就義了 怎麼辦 沒關係 他還告訴你 你家裡有什麼人 趕快來幫他理 我一定都給 然後那時候兩岸 各打各的文宣 甚至還有解放鈔 靠一次給你看好不好 好 一按 升起右手 然後革命無罪 照反有理 解放台灣 騙腳不留 那時候文宣 我們都還看過這樣子 一個史料畫面 一定要做好動作以後 說要武力解放台灣 可是我說這個實目惡遇了 大家還是好好談 比較好 你跟我還有包括大家 國語言都沒有上過太空 不過沒有想到在英國 雞塊 就是你吃的那個雞塊 已經上太空了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拜拜 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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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